近日美国蒙特纳州政府通过一项代号为SB0419的法案决定全面封杀由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开发的海外热门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 禁止任何人和机构在该州的区域内运营TikTok的相关业务 并禁止任何网站在该州提供TikTok程序的下载 为者将被按照违规的天数除以每天约合7万人民币的罚款 此局也令蒙特纳州成为了全美第一个全面封杀TikTok的州 然而当地的民众也在拿起法律武器 抗议这在他们看来严重侵犯他们公民权利 尤其是言论自由的法案 而且在这些反抗者中还有一名美国老兵 从众多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 在抗议蒙特纳州做法的当地民众中 已经有五人联合对该州政府的法案提起了诉讼 这五人包括一名通过TikTok平台推销自己产品的泳装设计师 一名通过该平台介绍运行美食和房屋装饰心得 赚取收入的牧场主的妻子 一名分享自己户外运动经历的女大学生 一名通过制作搞笑内容赚取收入的博主 以及一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女兵 她是通过TikTok平台 一方面与其他美军老兵保持联系 一方面制作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美妆和喜剧内容赚取收入 而且上述这五人拥有数以万计的粉丝 其中那名美军老兵的粉丝量更是达到了20万 从美国媒体的介绍来看 这五人都在起诉中都认为 莫娜拿州政府的做法不仅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更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政坛里 虽然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炒作TikTok 使中国政府渗透美国 窃取美国人信息的工具 但希望直接封伤TikTok的主要是美国共和党的政客 民主党方面的套路则是打算 让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给美国人 而共和党之所以要对TikTok搞极端的封杀 更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作秀 想用这种激烈的做法来彰显他们 才是真正的爱美国 这次全部全面封杀TikTok的蒙达拿州政府 就是被共和党控制的 但讽刺的是 此次起诉蒙达拿州的五人中 所包括的小企业主 牧场主以及老兵 又恰恰是共和党平时主要要维系的选票来源 而且共和党尤其喜欢通过在关心老兵问题上作秀 通过关心美军老兵来展现自己对于美国利益的维护与忠诚 可他们在TikTok上极端的做法 反而开始反噬起了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的人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的一个关注点是蒙达拿州政府的 这个TikTok封杀令到底如何实现 因为即便美国的手机应用程序下载平台禁止来自蒙达拿州的用户下载TikTok 当地网民大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轻松绕开这种限制 但或许就像耿之歌前面说的 这个禁令的政治意义 而不是实际的可操作性 才是蒙达拿州的共和党政客们更关心的 我可以再次订阅一下 是这种禁令的预防